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持有待受这个类别的伎粮 你既然把这些非龙酸出土分类到这里了 那么需要对它也是进行伎粮的 而且肯定和原有的是有所不同的 你要和原来都一样 没必要做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伎粮啊 那么之随分类既然和原有不同 也是让报表使用者了解到 对于这类的资产或资产组 那么管理层一定会发生改变了 对吧 你知道了 那整个价值也发生改变了啊 所以要及时反应 那首先一点啊 咱们注意 那若是持有待受的非龙自然好办 因为主要什么呢 什么长头啊 对吧 或者是呢 咱们这个无人资产 无人资产这类的 那甚至成为是投资产都好办 关键是这个处值组 因为处值组啊 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资产负债 所以它也包含着 比如说我流动性的资产 这都可以的啊 流动资产可以吧 我的流动资产可以吧 各种各样都可以放在其中 所以在这里咱们要注意一下 对于这里所包含的一些特殊的资产负债 咱们来考虑 那首先咱们说 对于呢 持有待受非龙资产这个伎量 那包括出市组中非龙资产这块 他说这样的啊 首先咱们来看那个出市组中特殊的东西 以及特定的非龙资产 对吧 比如说投资产 对于投资产产 咱们知道两种模式 公民家人模式 那么专门来说 对于公民家人模式的 甭管啊 是持有待受的非龙资产 还在出市组当中的 这类的继续用公民家人模式 还是用投资产产规范 对吧 就用公民家人模式 因为公民家人就这样 对吧 那此外 如果是啊 生资产这个 那么采用啊 公民家人减出费用的净来计量的 继续使用它的 继续使用它自己的啊 当然这个咱们一般不说一道 对吧 那此外 职工薪酬所形成资产的 这个依然是用职工薪酬 那按职工薪酬来做 对吧 跌随资产的 这一类的 那么也不能调 这个 那么如果有的话 放在什么 放在跌随资产 按所税快计的规范来走 还用人家那个 对吧 然后再有 金融工具有关的 这个项目的 那么金融资产这块 既是用金融工具规范 那此外 保险合同有的这个 由此保险合同产生权利的 适用保险合同 所以这一类的 都适用它自己的原有规范 剩下的都排除之后 剩下的 那么 放到我们这一节来做 那注意这一块啊 就是 其他的才适用这些 别的该适用自己 适用自己的 一定注意这个排除啊 这话 好了 那我们来讲的 就是 其他代说类别 这个排除刚才那些东西之后的 这个计量 那咱们具体来看一下 具体来看一下啊 那注意啊 我画一个实验轴 专门注意 对于这种 那实验轴有个点 一个节点的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中止点的问题 其他代说类别 太有起点和中点 要注意啊 然后首先 非中占出一组 它本身呢 它有原来的状况 对吧 有原来的状况 然后注意 对吧 化为持有代受类别时 对吧 以及 终止确认 以及移除 这两种情况啊 对话 那通过这类的 咱们来说一下 首先呢 对于非中占出一组 在没有坏持有代受时 在那之前 它如果计量 化为持有代受类别时 该如何来考虑 对吧 然后呢 化解之后 注意坏来之后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啊 因为到呢 说终止确认 或移入之前 这段时间 你都在持有代受 这话 在这里面 那就是对它的持有代受 类别的后续计量 对吧 以及 要么中占不再做持有代受了 或把它移除了 这类情况下的计量 那这整个计量这话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对吧 首先呢 咱们来说 首先来说什么 化为持有代受类别之前的这些 对吧 在那之前的怎么办 对吧 对于呢 化为持有代受类别之前 就非中资出租组这话 那么 注意 在那之前呢 先按照自己的原来准则来做 对吧 按照相关的会准则的规定 来计量非中资产或出租组中各项资费债 你这没话过去呢 还要自己原来做 这么一个 那么 对于打算出售的非中资出租组 在坏持有代受类别之前 要考虑做一下减值测试 那要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啊 举个例子 说A姐用一个仓库 原价120万 年值额12万 那时间提折旧对吧 一般 一看能觉得是这样的 那接到21年1231 以提折旧60万 已经提了 对吧 那么转过年来 二年的1月31号 A姐和B姐签了一个不动资转让协议 打算在六个月之内 将这个仓库转让 假定啊 满足 化为持有代受类别的其他条件 且不动资价值没有减值 那在这个时候 注意 其实呢 在化为持有代受类别之前 就要考虑的 对吧 那么化为持有代受类别之前 按自己来做 二年的1月31号 再化过去啊 顺散之间 先去正常提折旧 提完折旧 再往持有代受类别理会化 但你化进去了 就不再提折旧了啊 但咱们前面是考虑过简直了 它没有简直 那么作为公司 该提的时候提折旧 但二年1月31号 这个时候 注意 就要提折旧了 化去之后 就不再提折旧了啊 赞美一个 那这是咱们来说 化为持有代受类别之前 还自己来做 所以作为固定资产 您那这个1月份的时候 还得提折旧 然后呢 还考虑一次减值 但没有减值 那算了 对吧 然后化为持有代受类别 这个时候 化到这里的时候怎么办 又是它的初始计量 对吧 那么对于持有代受的 非中产或初始组这块 咱们来说一下啊 这基本情况 对吧 首先呢 还是咱们有其他要求的 按其他要求来做啊 就是 是用相关的快据准则 来计量那些 什么流行资产啊 是用其他准则 规定非中资产负债 还按其他来做 除此之外 剩下那部分 注意 对于初始计量 持有代受非中资产 初始组 按下的原则 做一个比较处理 那怎么来做呢 这个要注意 那他初始计量 这话 首先有个比较 当时有个账面价值 有个拟出售净额 注意 这个词啊 并不是我们准则给的 这个呢 是我在这里 给安排的 不然话不好说 那 就是咱们那 行文起来不方便 所以我给了一个叫 拟出售净额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就持有代受类别这些 他的账面价值 小于他的拟出售净额的 不需要对账面价值 做调整 明白 但如果账面价值 是大于拟出售净额的 那么按大出来这部差额 确认为资产减少损失 记题注意 因为你是持有代受的 作为持有代受的资产的减少准备 这么一个 那这个拟出售净额 指的是 我们按照我们这节规定的 持有代受非诚资产或失足 他的整体的 账面价值 解决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叫拟出售净额 按这个来比较啊 所以这个比较特殊 对吧 一进来先考虑一次减值 一进来就要先考虑一次减值 但是持有代受的 不是原来资产的这个 然后在这里咱们说一下 那关于这个拟出售减额 也要供应价值 对吧 那这个呢 按照我们下一章来讲的 就是企业39号准则供应价值 既然的规定 来确定这些非诚资产出售组的 供应价值 那么参照呢 所确定购买程度中的交易价格 确定持有代受非诚资产出售组的 供应价值 那么要考虑 比如说 革命对价啊 对吧 重大融资成分啊 非现金对价啊 应付客啊 对价 这类因素的影响 对吧 因为这个是有一个合同的 是让我们收准的那规定来走的 那么这一类的都要考虑进来 对吧 按收准的那块啊 都要考虑进来的 这么一个 那如果 稍微获得确定的购买成果 比如说 专位转售取得非诚资产出售组的 对于这个做估计 那么原则约使用市场报价等 可观察输入值 约要考虑这个 然后再一个出售费用 那么这个主要指示 其他方的 直接归属于出售资产或处置组的 增量费用 那增量费用这个概念 那我非常喜欢这个概念啊 因为这类的比较准确的 形容出来这类费用的相关性 对吧 对于这类的这样的 常见的包括什么呢 特定的法律服务费啊 评估费啊 这里的 也包括 相关的税 消费税啊 城市维护建设税啊 统计增税 印象税等等 但是 注意不包括财务费用 不包括所得费用 这俩不在其中 明白 所以这个和我们前面咱们来讲啊 咱们组那时候咱们考虑可收为金额的时候也一样 不包括财务费用 所需费用对吧 其实这个处置组也是类似的在这块 那 其实也是考虑吸税钱的 那因为这是服务于管理的需要对吧 而且不是我真正出售的 所以这两个不好在其中 那么有些特殊情况下 说供应价值解除费用的金额可能是负的 这个时候 你不能为负了 怎么办 那么持有代售费用在乎收入组 这个资产账目价值只能减到零 减到零为限 对吧 那么有时候呢 剩下的部分要不要做预付债呢 这个啊 或者是样准则规定 所以有个职业判断 说满足那会有事项 预付债的要求的 在座 不满足的 那不能说 我这有一个差额 就给却预付债了 那可不一定 那这么一块啊 这是这一块 它的一个基本情况 那一定注意啊 是有其他准则规范的 其他准则来走 剩下的才我们这段来走 这样一个啊 好了 那我们看个例题 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对吧 看一下 说且批打算将下属子公司 Q出给企业 双方签订转价协议 预计呢 5月之内完成这个转让 那么子公司Q满足 或者持有再说类别条件 整个啊都满足 那子公司Q与银行T之间 有一些未决诉讼 那子公司Q可能败诉 那么由于不否预付债券条件 所以这个企业批 只在负中 披露了不复债 这样一个 那么注意 我们在确定 子公司Q的供应价值 减出费用净额时 要考虑尚未确认的 不有负债的供应价值 这个影响 考虑这个 那么子公司Q的战略价值 并没有确认这样 会有负债 没有确认这个 因此呢 这子公司Q的供应价值 减出费用的金额 如果低于上战略价值的 就要把这一部分 确认为持有代数自然的 简直损失 就当其损益 那这话是要考虑的 那这么一个考虑的问题啊 这咱们来说一下 然后说一下 专为转售取的 非农价或出事组的 对于这个啊 咱们说 在出事确实要比较 一个 价格不化为持有代数 那些情况下的 出事积联额 和你出售的金额 就咱们该说那个金额 这个一定用这个词 就方便一点 打算出售金额 以两者 赎低原则 哪个低 用哪个赎低原则来计量 对吧 那么注意 若是企业合并中 所兴取的非农价和出事组 化为持有代数类别的 按照下列原则来做 企业合并这块啊 那注意 若是非同控企业合并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按你出售金额来做 非同控的 同控的 这个按什么呢 那么这是和平日 在被和平方的证明价值 与你出售金额的熟低原则 哪个低 用哪个 对吧 如果是 那这么价值低的 就这么价值 如果你出售金额低的 得了 那咱们用你出售金额 这两个熟低 对吧 非同控的 直接用你出售金额 这一个啊 除了和平当中 所取非农价和出售组之外 剩下的 那么以固定价值 解除了售金额 作为非农价和出售组的 初始结量金额 就是以那你出售金额来做 那么如此产生差额的做损移 那对这个咱们看个例题 那说22年的3月1号 L公司购入非管粮的 M公司的全部股权 支付价款1600万 那购入这股权之前 L公司啊 他官层已经做了决议了 一旦购入 一年之内把它卖给N 对吧 当前撞下M公司啊 即可利益出售 此外呢 预计R公司还将为出售 这个子公司支付12万元的出售费 那么R公司和N公司 计划在二年的3月31日 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计划 那是我们满足那三个月的要求 对吧 一年之内要出售 当然可出售 而且计划要签这个合同 对吧 那么第一种情况 R公司 N公司初步已经议定了 股权转让价格 1628万 这是第一个 明白 第二个 R公司上位和N公司 一定转让价格 3月1日 这个股权供应价值 和支付价款 是1600万 这是一致的 那么两种情形 那么第一种情况 M公司啊 是专为转为转售取资公司 那说如果不坏持有代价 那边情况下 明白 处理计量金额 1600 而公司价减出费 金额的 1608 明白 1608 那么这个时候 按照 两者熟地来计量 所以三一日账目处理 这个借持有代价资产 常用源投资 1600 带 央存款 那就可以了 那第二种情形 还是一样 专为转售取得啊 但不坏持有代价 类别的是1600 这时候 公益价减出费用金额的 1588 十无敌原则 所以让我们处理 这个注意有差额了 那注意 借持有代价 那这个资产 就是常用源投资 1588 明白 然后对差额 做三减的损失 代价存款 1600 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样一个 这是呢 咱们来说一下 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好了 那这块啊 咱们说 坏持有代价的时候的处理 那划到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坏持有代价类别之后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一类的 如果是持有代价 非中资产这块 若后一计量呢 这块首先 不提折旧 或者贪销了 你原来固定资产啊 固定资产啊 成本模式投资产啊 都一样 这类的 没有折旧贪销 你吧 然后紧接着 对他 自然费表日 重新计量 你吧 首先日后啊 没有只有太多 让自然费表日 重新计量 一个 他这个什么 预计的销售金额 这个问题 你吧 那如果 在之前不行的 因为呢 咱们视为什么 视为这是一个流动性资产 流动性的 叫咱们 应收款啊 对吧 存货啊 它的简直可以 集体可以转回 对吧 非联资产那个 不可以转回 所以 你换的持有代受的 视为是个流动性的 你的简直可以转回 但以前 你是非联资产那类的 还是不能转的 这么个意思啊 这话 那 好了 咱们看看例子 那看例子啊 接着那个 接着上一个例子呢 但这个是在什么 月末了 月末也什么 自然费表日 对吧 3月31号 也是的 那么L和N 签了合同 对吧 转让所持有的 M公司的全部股权 转让价格 1607万元 那么L公司预计 还能发生 8万元的出入费 那和原来 估计有所不同了 对吧 那么首先 第一种情况下 第一种情况下 3月31号 L公司持有的 M公司股权 供应价借出入费 的进额的 就是你说说进的 159万元 而账面 是1600万 孰敌原则 1599 对吧 1599 所以需要计提 1万的 减值 对吧 所以账户处理这样的 借三减值损失 带 持有带售 资产的减值准备 对吧 明信你可以写 成立贡源投资 我这简化了 就写成头了 1万元 那么第二种情况下 第二种情况下 也是331号 L公司还那个合同 你会发现 它的股权供应价 减值费的进额的 1599万元 还是这个数 而账面 当时估计的是 1588 两者输地原则 不需要做账户处理 不用做了啊 这块 有人说 那我能不能把前面 那个转回来啊 不行 对吧 那也是不能转回来的 因为那只有什么 你换成有带售 类别以后再提的 才可以 化为持有带售 类别之前的 和那个点上 都不可以 之后的再提才可以 对吧 比如说 那第一种情形下 第一种情形下 你331号 提的简直 那么转过来 比如到630 假计那时候还没卖 那么发现 又可以调了的话 那么那时候 可以往回转 那时候可以往回转 这个要注意 然后再有 持有带售的 处值组的 这个后遇计量 那么这个要注意 那么说 自然费表示 重新计量 持有带售的处值组 首先就是 还是按照相关 会计准则规定 计量我处值组 中我的理工资产 按照持下准则规定的 非融赞和负债的 这么价值 还能自己来做 然后接下来的 我在比较 持有带售出租组的 整体账目价值 和 你出售净额 就供应价值减出费用的净额 对吧 整体来比较 把那些计量完之后 再比较 对吧 那比较是注意 如果 整体账目价值 大于 刚才说的 你出售净额的 按差额 确为资产减值损失 既提 持有带售资产减值减备 对吧 那这里咱们注意 对吧 我出租组中 如果有商欲的 先抵这个商欲 对吧 减完商欲之后 剩下的 简直准备 按照相关的 适用我们这个规定的 各项飞龙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占比重来分配 就不按我们这规定的 你按什么 金融资产 投资房产产 你走你自己的 不分摊 剩下那些才分摊 对吧 然后我几个准备 不能翻到什么 那个理工资产 对吧 或适用其他准的飞龙资 不往那里分摊 那就是这类情况 那这类情况 那么如果啊 自然费表示 它整体账面价 小于你出入金额的 那么 作为持有代售 类别的 以前 那 进取的减值 是可以恢复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 转回的金额 仅限于 化为持有代售 类别后的 飞龙资 所确认的 自然质值损金额 而且是按比例 往回增加 但商欲减值 不好意思 只要是商欲 不管什么时候 提了简直都不能转回 对吧 此外 飞龙资 在化为持有代售 那边之前 确认的三千损 也是不得转回的 这么一个啊 所以这是呢 咱们说 对于整个出事组这块 要特别注意的一下 对吧 那么 好好看看 我这个表格 那表格内容啊 好好看一下 此外呢 我这持有代售 出事组当中 我的飞龙资 肯定没有折旧 盘销 对吧 那在这里的负债 也不是由我们 这些计量规定 金融资产 以供应下计量 投资房地产 它利息啊 租金收入啊 对吧 支出啊 其他费用啊 继续正常来确认 你既然是用原准则 还要原准则规定 我们这里强调 只是用我们 这一章准则规定的 那 这么一个 那这是咱们说 话语持有代售 类别之后的 对吧 怎么来处理 那怎么来计量 然后呢 你不能一直 画在手里啊 所以到后面 就存在两个情况 一个是终止确认 那终止确认了 那就是 不再持有代售 你就什么 出售了 这个 对吧 或者是呢 不满足持有代售条件了 要移除 对吧 要移除了 这么两个情况 那咱们一个一个说 首先来说 重置确认 这个问题 那 又说 对于持有代售 非中赞 或出售足够 我现在终止确认了 不在我的账上保留了 那么这类赞 就走掉了 那么企业家 尚未确认的利的损失 就当期损移 那即损移情况 对吧 那么对于处置持有代售的 境外经营的 那么与境外经营有关的 外币报表 则算差额 从家中受益 转入出当期损移 这个呢 就和咱们那个 外币报表内容 就结合了 对吧 从家中受益 转出来 转入当期损移 但要部分 处置境外经营的 按比例 对吧 按处置比例 计算啊 处置部分的 外币报表 则算差额 转入当期损移 这中止确认 这时候 因为中止确认了 不在仗上留着了 那么 该走走就走 对吧 如果是境外经营的 也一样 那么咱们看看例子 看看例子啊 说 你沿着咱们历史啊 说到6月25号 L公司 未转N公司 股权支付 利润费5万元 6月29日 L公司完成了 对N公司的股权转让 收到价款 16007 那因为签了合同嘛 对吧 那么在金融情况下 第一种情况下呢 咱们的预估金额和第二种情况下 不太一样啊 对吧 所以第一种情况下 而公司 2年6月25日支付出费用时 账户处理 借投资收仪 带 杨总管 重要表特说啊 这个表特是走投资收仪的 跟投资有关 长头的 所以这个表特输 所以交易费用 走投收仪了 对吧 然后呢 等到6月29日账户处理 贷售贷售资产 这个长头 借贷售资产减减准备 长头那个 1万元减减减减 那长头那个 刚入账时 那1600 然后提供一个减值 1万元 所以占占价1599 收到钱借阳存款 16007 倒几差额 几头收益 8万元 那这第一种情况下的 那第二种情形下 账户处理 首先呢 第一步这个都一亚 那就律日费用借投收益 带阳存款 5万元 第二步金额就不一样了 那注意 6月29日账户处理 借阳存款16007 带去又带入资产 因为他没有减值 就1588 差额投资收益 差额投资收益啊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终止确认了 持有代售资产 不在账上留着了 听吧 好了 那这是咱们说 正常完成了 他的历史使命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没完成 对吧 本来话语持有代售了 后来什么呢 不行了 不再持有代售了 这类情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要放在这里了 你又不是持有代售了 对吧 你要放回来了 想卖就没卖出去呀 那么从持有代售当中 移除出来 移除出来 你不再满入持有代售 类别划分条件的 你不 那对于这个 不再继继续符合持有代售条件的处理 一般来说 不能把它放在持有代售当中 那 不放在持有代售 那么 在这个时候要注意 我们要分具体情况 分具体情况啊 这话 首先 咱们说 对于持有代售非中资 不满入持有代售的 类别条件的 或持有代售的初日组 全都不满足 持有代售类别条件的 好了 不管是单项的非中资 还整个初日组 既然不满足 就不再化分到这里了 那就转出来 或者移除出来 但是呢 对于初日组有特殊的 说如果啊 我初日组当中 我有其中的 有资有负债 对吧 明白 我更加上资 我把其中一部分移除之后 组成一个新的初日组 新的初日组 是满足持有代售的 那边条件的 好了 那新的这部分 人化于持有代售类别 还放到这里 明白 那么当然 不满足那些 你要给我转出来 那如果说 我部分移除之后 只有 我这里的非中资产 满足持有代售类别条件 明白 剩下的什么负债啊 什么流用资产呢 这类的 都不行了 好了 那只有相关非中资产 既坏持有代售类别 其他的你都给我转出来 移除出来 这是不再符合 划分条件的处理 不再符合的 对吧 这样一个 看个例子 那咱们呢 今天咱们开始 第四那个说 我想把它卖掉那个 对吧 那这里说 企业A 尽管啊 在降低贤楼 售价 而急于开展市场行销 就是咱们说那个 军危机那时候 军危机人不买了 都配你钱了 你说我还想卖 但始终没找到 合适买家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楼不再换 持有代售类别 复合条件了 不再复合化 怎么办 只能拿回来 放在手里 要不做军资 要不做投资房产 重新分回来 这样一个 明白 那么对于不再 换个持有代售类别的 那部分 因为还在那里的 在那里待着 不在那里的 出来了 怎么来计量的问题 明白 又是非中资产 或持有组 或其中一部分 不再买到持有代售类别 划分条件 于是 要从这里移除出来 那么按照下列 熟低原则 两者熟低 一个原则来计量 就是说 第一个 我换为持有代售类别 钱的账目价值 按照假定 没划到这里面 本应该去提到 什么折旧啊 贪消啊 减消之后 调整进口 如果一直没划 持有代售类别 这时候该有什么进口 以及他的可税进口 两者十无敌原则 那其实这个呢 咱们好多项目 都是这个特别 那只要非流动性的东西 那涉及到这里 都是这么一个考虑 那么这个处理完之后 可能会有个差额 你往回恢复 有个差额 这个差额 通过三减损失科目 来做处理 那之所以这么处理的 目的就在于 原来 化育类有代售的 非中资产数字组 在重新分类回来后 和他从没划分进来 那起码战盟价值是保持一致的 对吧 起码战盟价值保持一致的 说如果是 这时候应有金额 就是按原来有那个战盟金额 一路延续下来的 那进口他 如果呢 可税金额比他还低的 可税金额 哪个低按哪个 因为说 如果没化育类有代售 我一路到这儿 再看可税金额也要提检值 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快上 并不会高估这些东西 你转回来的时候 也是要充分考虑 他账目价值 不能说 放这一段时间了 账目价值还没动呢 不是的 该动比动 这样一个意思啊 这样一块 那这是咱们来讲 关于持有代售的 这个计量的问题 一个是分类 一个计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点靠性的 还是有一点的 对吧 但是呢 其实掌握我们讲这些例子 也就差不多了 这关于持有代售的 这个相关的计量 说明这个呢 我们还是把它相反理解一下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终止经营 终止经营呢 内容不多 要求也不高 前面持有代售 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吧 是要掌握的 哪怕是出提 主要是在出出代售 这种信息呢 咱们按宽提稍微准备一下 也就够了 咱们按宽提供的 咱们按宽提供的 咱们按宽提供的